加满载乘客的飞机正在万米高空翱翔 这是从重庆飞往拉萨的航班 就在这时 副驾驶的前挡风玻璃突然裂了 一旁的阿伟直接给吓呆了 机长试探性地摸了一下玻璃 然后迅速联系了地面控制中心 情况十分危险 他决定紧急降落在最近的成都机场 然而话还没说完 阿伟被巨大的气流吸到了 锅里碎渣被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引擎 飞机立刻失去了一半的动力 阿伟半个身子悬挂在窗外 这可是高原零下38度的冷风 强大的气流像刀子一样侧上阿伟的皮 此刻机组人员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心急火燎地敲着驾驶舱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机长试图把阿伟拉回驾驶舱 可是不管怎么拖拽都纹丝不动 驾驶舱也开始急速缺氧 机长决定下降飞行高 来减少强大气流的冲击 想着把阿伟甩回驾驶舱 但是高原的气压实在太低 驾驶舱门突然被强大的气流吹开 强烈的气流通过驾驶舱直逼乘客 工程人员瞬间被吹飞起来 乘客也被吹得左右摇摆 他们的呼吸异常艰难 头顶上的氧气面罩自动掉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 空解临危不乱 开始安抚所有乘客尽快佩戴氧气面罩 由于飞机突然施压 飞机正在一每秒钟66米的速度 急速下降 可以说是直线下追 指挥中心在不停地呼叫机长 却迟迟没有收到回 根本无法控制方向 如果不提升高速 飞机很快就会撞到山崖而坠亡 机长看准时机一顿操作 成功把飞机提了起来 抵开了雪山 利用惯性成功拉回我们的安 强大的惯性让机舱内的第二机长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他拼命地向驾驶舱爬去 因为他很明白机长的处境非常危险 机长需要控制飞机 无法带上氧气面罩 而且面对着极度低温是撑不了多久的 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 他成功挤进了驾驶舱 立即关上了舱门 然后帮阿伟和机长带上氧气罩 零下30多度的冷风 早已经把他们冻得脸色发青 接着第二机长按下了 紧急突发事件的按钮 地面控制中心立即启动了应急措施 已经起飞的飞机全部让路 没有起飞的飞机全部暂停 绝对保证事故飞机的周围全部进空 整个成都将所有的机场腾空 准备迎接事故飞机的迫降 安保人员 消防部队 医护人员也纷纷出动 这就是中国的团结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控制中心还在不断呼叫机长 甚至让空中的飞机也帮着呼叫 但依然是没有回应 飞机目前在7000多米的高度 必须要下降到3000米左右 才有足够的氧气 可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 如果下降就必须越过这些高原山脉 然而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这是所有航天行业最害怕遇到的天气 那就是眼前的机羽云 飞机一旦进入机羽云 就如同被扔进了搅拌机 混乱又猛烈的气流会让飞机失控 结局就是两个 第一 飞机承受不住过大的硬力而解体 第二 就是被多如牛毛的闪电击中 从而坠毁 如果选择回头 整个飞机的氧气和燃油恐怕都要被耗尽 此时的机长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到底是冲进去还是返回进退两难 燃眉之急机长果断选择掉头 他开始在这里不停地盘旋打转 乘客们发现飞机一直在转圈 一时间所有人陷入了混乱与恐惧 恐惧往往比事故更可怕 在乘务人员哭口婆心的安抚下 乘客们才终于消停了下来 第二机长不停地给机长按摩 给他取暖 大声告诉他保持清醒 在低温和气流的持续冲击下 机长差点晕了过去 潜意识中 他看到了整架飞机119名乘客 还有自己的女儿 他身上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与期待 他必须把所有乘客安全送回地面 他驾驶着飞机果断钻进了云团 原来他早就料到乌云会裂开一条缝 他一直盘旋在这里 就是在等这个机会 这是唯一一条求生的道路 周围乌云密布 一道道闪电伴随着雷声劈下来 飞机在强大气流中不断摇晃 就好像狂风巨浪中的小舟 随时都可能被撕成碎片 地面的工作人员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紧张到不敢大口呼吸 全部注视着飞机的航行方向 飞机开始剧烈颠簸 乘客的行李箱统统被甩了下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冰雹 鸡蛋大小的冰雹 狠狠砸在飞机外壳 就像砸在自己头皮上一样痛 就这样 飞机穿梭在枪林弹雨中 奋力前行 让我们为机长长按两秒超级赞 希望他们平安到家谢谢 就在飞机即将冲出云团的时候 乌云突然闭合 地面失去了飞机的雷达信号 飞机就这么突然消失了 地面工作人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一遍遍的呼叫 乘客舱内安静地可怕 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经历漫长的四分钟后 地面终于捕捉到了飞机雷达信号 机长非常的给力 飞机也超级的争气 他们成功穿越了云团 地面指挥中心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危险并没有就此过去 前方就是连绵不断的山脉 机长推进操作杆抬升机头 飞机如同过山车一样 顺利越过了山顶 还掀起了一阵积雪 所有乘客如同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哭的哭笑的笑 拿出手机记录人生的高光瞬间 能够平安活着是多么的幸福 飞机高度顺利降到3100米 已经有足够的氧气 机长脱下氧气面罩 由于驾驶舱噪声太大 始终无法和地面中心沟通 本来是飞往拉萨的航班 现在迫降成都机场 航程严重缩短 燃油明显超出计划重量 所以飞机自身已经超重 落地的时候一定会超速 甚至滑出跑道撞向建筑物 消防和救护车刻不容缓 一触即发 赶往附近随时听从待命 从驾驶舱内 也能看到成都机场跑道 此时机长放下飞机起落架 乘务长通过广播 要求所有人做好防撞准备 就要准备降落了 但是降落速度太快 比规定速度快了45公里 飞机引擎再次出现故障 难以掌控飞机的平衡 但是降落必须对准跑道的中心线 不能有丝毫偏差 机长凭借着多年的飞行经验 他慢慢降低高度 成功对准跑道 飞机终于平稳降落 开始沿着跑道急速滑行 因为速度太快 反推引擎失效 仅能靠阿伟的刹车系统来减速 阿伟开始不断地踩踏刹车片 在剧烈的高压摩擦下 轮胎经不住高温 竟然直接爆炸了 随着飞机的继续滑行 飞机一路火花带闪电 速度明显有了下降 这时三人合力拉下反推引擎 反推功能终于恢复正常 在跑道的尽头终于停了下来 这场空中大浩劫 到此圆满结束 四川8633航班终于安全降落 塔台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机长的一番神操作 成功挽救了119位乘客的家庭 机长平复了一下情绪 然后代表全体机组人员 向未能到达目的地的乘客 发出了真诚的歉意 并安排乘客下机 乘客下机之后 久久不愿离去 最要当面感谢这位人民英雄 机长做完最后的检查 走出机舱 死里逃生的乘客们 向机组人员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明星 而不是网上的娘炮文化 本片改编2018年的真实空难事件 当时的危险程度 远比电影中残酷得多 四川航空8633航班 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起